现在我们来讲解 见追原始点的示范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们现在来介绍 见追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首先要先确定见追的位置 第一个 先摸尾追骨 最底端 好 这个摸到了之后 拇指顶进去 然后整个三个指头 从骨头盖上来 并齐地盖上来 三根指头 然后指头旁 一般这个就是见追了 那我们还是要往上再顶一下 看看见追上面还有没有空隙 如果往上顶是骨头 那这个就是见追的最高点 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按 然后直线下来 一二三四 见追也有四个点 那一般的按推方法 最好以对侧去按推 也就是我现在站这样 最好推对面 那如果我要按同侧 最好我还是人要过去 这样才可以施 力道才可以比较好用 好 那我们现在来进一步示范 先 拇指 触到尾底骨 三根指头 并容 然后 持指测试 好 这个就是 然后我们再往上顶顶看 这个也是骨头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要的 见追第一个点 好 找到以后 我们工具拿好 工具拿是拿这样 掌心向内 好 那直接顶上去 好 顶上去之后 这个手就浮在这里 那高度呢 跟我们在揉腰椎不大一样 腰椎是这样 那这个手法是这样 提的比较高 提的比较高的用意 方便于整个手肘 比较尖锐一点 直接可以顶进去 好 那我的姿势呢 膝盖 这时候也稍微弯曲了 整个 人也靠过来 那靠过来 一定还是这个 手肘要对到你的胸前 这样整个身体的力量 才能够顶进去 好 已经姿势都做出来之后 我们开始来按推 第一个点 也是前后 好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接下来最后一个点 这一个点有时候滑滑的 那还是一样 前后 好 这一侧揉好之后 要揉同侧 那我的人就要走过去 好 这时候 我人绕过来这里之后 一样 现在 我要揉它的左臀 那我们一样 用拇指去测试 三根指头并融 第一根指头 是放在骨头上面 然后 另外两根并融上去 好 就在指头的旁边 我们按下去 这个就是间锥 那间锥按到了 记得往上再顶顶看 这个是不是骨头 这个确定骨头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 那现在左侧的臀部 我们就要换手去揉了 刚刚右侧 我们用右手 现在左侧 我们用左手 好 大家看 我这时候右侧当支撑手 那左侧 这个手一样 拿这样的方式 好 也是前后 膝盖也是围弯 身体靠过去 它也一样在你的胸前 好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好 第三个点 好 第四个点 我们现在来介绍 间锥原始点手法的补充 好 我们现在再来谈间锥 间锥现在一般遇到的问题 大部分是早点的位置 有些人在早 第一根指头 本来是要放在骨头上 然后这个拇指 就是这样 也是并容的 但很多人为了早的时候 他就把它张开了 结果找到上面去 那如果这样并 你在脊子旁边找 也都会找到骨头 所以第一个早一定要注意 这个都是并起来 然后以拇指这个顶端 对着尾椎骨 这个顶端 然后轻轻靠着 不能太大力 然后这个拇指就直接放到骨头上面 这样就不会找错了 绝对不能张开 张开一定会找到上面去 那这样轻轻放着之后 另外中指跟无名指并过来 好 那你在这个指缝旁 好按下去 这个就有一个凹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间锥 但是这样找了 是不是一定就是我们第一个点呢 不尽然 你还是要往上找 好 然后往上找到 碰到硬硬的骨头 这个硬硬的地方 下面就是我们要的第一个点 那有些人呢 他的这个宽度 可能比这个宽 甚至比这个窄 那没关系 你找到了之后 你一定要先触摸 这个里面有没有骨头 上面有没有骨头 他一定是在骨盘 这样找就不会犯错 好 我们这个第一个点找出来之后 紧接着这里有四个点 二 三 好 四 甚至这个第四点 可以对着尾椎骨 这样对过来 甚至在下面一点点都没关系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第四个点 那尾椎骨是在这里 这个点在这里 更下面 几乎就快到臀横稳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点 手肘放下去 这时候不能放得太低 一定要抬高 这样尖尖的 才能凸显出来 那这时候还要注意的 就是这里一定要九十度 不能太斜 斜的就会往外推 一定要我身体往前 那保持这里 接近九十度 那直接顶进去 好 这样就能够揉到 好 那就在这个缝 那个前后的幅度一定要小 要不然会碰到骨头 好 这样美一点 好 到了下面的时候 这个有一点滑滑的 你还是要顶进去 好 那前后